我们继续和Kenny谈谈市况 昨天恒指在24.4%附近的水平增持 美股也一直跌,但未占息涨 但好像对港股的影响不是很大 怎么看后市是整股完之后可以继续反弹 还是有偏弱的走势还未离开呢? 近期港股大指处于24.4%的水平作为一个整股 上周恒指最高见过24.5%之后出现了一个回落 暂时来说这个回落幅度不算太明显 始终恒指在低位最低是23.3%升至24.5% 其实累计跌幅也不小 而现在大概调整500点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健康 以及以一个技术形态来说 恒指在前期22.7%的位置 暂时扣建了一个双底的形态 而上方的阻力24.5% 为什么会在那里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阻力呢? 因为看回在去年恒指最高见过31.183点 下跌到今年以来所形成的大型下降轨的顶部 大概正正处于24.5%附近 所以如果恒指以一个中长期的趋势来说 真的要突破这个下降轨的话 真的要升穿24.5%甚至乎是25.5%的水平 才有机会作为一个中长线改变走势的一个契机 所以我相信短暂来说 恒指如果手稳24.4%之后 我觉得短期有机会再次24.5%的 这就是中短期的走势 如果中长期的走势来说 我对港股今年的走势 就不是特别悲观的 我自己认为港股今年有机会挑战27,500点的阻力 刚才Irene也有提及过的 美债息的忧虑对于港股的影响 其实就好像没有美股那么明显 其实我是觉得非常同意的 因为看回就算去年也好 去年美国十年期债息曾经在一季度上升到1.7%附近 随之是回落到现在又再度抽升 但是看到在美国长期债息这么大变动的时候 反而港股那一年基本上是单向下跌的 所以我认为美债息这些因素 对于港股来说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明显的影响因素 但是就不是一个核心因素 何谓港股今年最大的核心因素 我认为港股在去年的表现非常之落后 以及一些大型的重磅蓝筹股 暂时相对处于一个低位 我相信在他们这些股份 而一个估值收复空间的情况之下 才是对港股今年带来支持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 当然外围市况表现相对比较波动 也会对港股带来一些影响 但是互相比较之下 我相信最大的因素 还是要看港股本身的市场发展